因没称,锂金属电池的储电量相当于锂离子电池的十倍,但是因为一个致命缺陷一直未被商业化,在锂金属电池充放电池,你会不均匀的聚集在电极上,这种机具会大大缩短电池寿命,而且更重要的是,这可能会导致电池短路和起火。 据英国科学新闻网站3月15日报道,现在,美国亦立洛伊大学芝加哥分校的研究人员,开发了一种氧化石墨细维涂层的纳米片,来解决这一问题,将这种纳米片置于锂金属电池的两个电池之间能够防止,你的不均匀具体,令电池经过数百次的充电放电循环,人能、安全工作。 研究人员将研究成果,刊登在美国先进功能材料杂志上,这篇研究论文的通讯作者,UIC工程学院机械与工业工程专业副教授雷扎沙克巴奇安亚撒尔说,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,二维材料,在此立中的氧化石墨烯,能够帮助调节理聚集,从而延长锂金属电池的使用寿命。 报道称,在锂离子电池中,有一个隔膜被置于电池叶中,这种隔膜通常由毒孔修合物或玻璃陶瓷先为制成,隔膜允许锂离子通过,同时挡住其他部件,以防发生可能导致起火的短路。 沙克巴奇安亚撒尔及其同事在锂金属电池中使用了一种改进的隔膜,来调节理离子的流动,以控制理的聚集速度,然后观察其是否能防止锂树质状结晶的形成。 它们把氧化石墨烯,喷出到一种玻璃纤维隔膜上,从而制造出它们口中的纳米片。 这项研究的第一作者,URC工程学院研究生塔拉夫鲁在说,研究人员利用扫描电磁显微镜和其他成像技术来展示,当这种纳米片被用于锂金属电池时,地电池表面会形成一层均匀的粒膜,这实际上提高了电池性能,并且令电池更安全。 德克萨斯农基大学的一组研究人员带头进行的分子模拟表明,锂离子散石与氧化石墨烯结合,然后通过纳米片中的纳米极圈线区扩散,就放慢了锂离子的通过速度,从而阻止了在电池上形成里的数据壮结晶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